我们接下来就赶快进行 赶快先下载我们的范例 范例在这里 https 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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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我今天讲的内容全程都有在录音 如果说你有需要 你回家可以自己慢慢看 可是我会希望说你今天尽可能以听懂这个概念 比如说我现在即将要开始介绍现象观察 写知识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了 来先下载我们的范例 范例在这里 麻烦请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 输入go.grl写线ytzrxt最后的r跟t要大写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因为我论文还没有写完 我只剩最后一个学期 我一定要想办法毕业 所以而且我现在才写完两篇 我必须要写完四篇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段期间 你们可以购买我的影片 提问我的问题 其他你提问我问题 我一概就谢绝 可以了解 因为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我奋斗了11年 我希望就是要发表这几天重要的论文 我前面其实已经发表过其他论文了 好 只是我现在在忙的是我的毕业这件事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去下载这些范例 好 那请你点这个范例下载 稍微注意一下范例在这里 Power BI 资料视觉化数据分析工具应用范例下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很多个范例 请你下载今天这一个 今天我所有 我只保留了一个函式 等一下是要请你们手动去算的 好 所以其他函式我通通都帮你写好了 请你们下载这一个 叫做资料视觉化数据分析工具 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 麻烦请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呢 大家都要用我这一个范例哦 下载完毕之后 麻烦请进行挤压缩的动作 好 那因为你们的电脑是用7Z 所以网属右键 请点这个资料视觉化数据分析工具应用的解压缩到这个指定的资料夹 好自己输入密码 密码我写在白板上了 要记住哦 整个课程算两天 但是密码是统一的 可以了解哦 所以我只有开放给我的学生知道这件事 所以你们下次如果要上别的课程记得要把握那几天 我大概一周之后就会整个直接就是整个变成一个压缩加密 整个就会变成连到其他的网址去了 我下次的课程在四月 四月 我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就对了 所以我大概只剩下一个月出去交个两天 那五月开始 就 你到时候就会看到几乎就是一周每周通通都会有新的课程 好 简单说好了吗 简单说然后 然后 就打开来这个档案的 这个 资料视频化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打开这个资料视觉画 数据分析工具 快速点两下 请问一下 那个进口的仪表板 进口的仪表板你会做 那出口的仪表板你会不会做 会吧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这是我的作业 对不起 对不起我犯错了 对不起我犯错了 不是那一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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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里面通通都没有 好 等一下 什么意思 等一下 对不起 等一下 什么意思 等一下 什么意思 我说 我说 你说这个 对 昨天没有这个 哦是是是 好